那我們也持續來看到在這個賴清德這邊呢 他前幾天是喊話了嘛 他說應該要有兩岸的執政黨 負責任的展開良性的對話 所以看起來賴清德這邊有釋出了善意 那麼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黃介正 他就說了現在國際環境是走向 是相對比較緩和的 所以他說了民進黨這邊 應該要趁新政府上任之前 好好的一下鋪定一下這個氣氛 才能夠真正的釋出善意 好所以我們就要繼續的來請教立將軍囉 對於賴清德他這樣的喊話 民進黨黨內他們也開始動起來了嘛 就傳出當天人在馬祖的黨務主管 他是用愛的麥克風發聲 在前線向對岸發出了象徵性的良性互動喊話 那發言人吳珍他昨天評論傅昆奇訪錄的時候 也再次引用了賴清德的態度回應 但是兩岸黨對黨的對話是有可能的嗎 另外呢前立委沈富雄他認為說 賴清德這一句話失言了 因為黨是不能夠代表政府的 應該說是執政當局 好將軍怎麼看 其實不管是黨對黨 或者執政當局對執政當局 我覺得都不可能啦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以賴清德的 以個性來講的話 他根本就是很虐很固執的人 而且他是以台獨工作為他這個 務實的工作者的身份自居 在這種狀況下 中共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說不管是你是要以民進黨 對共產黨 或者是說要以執政黨 對這個中共的執政當局 我覺得這都是不可能的 現在唯有寄希望於民間之間 能夠互相交流 我覺得這個大陸來講的話 他也是這種想法 我們看看 雖然說中美之間 彼此互相的這個兵兄 這個針鋒相對 他跟這個拜登見面 習近平跟拜登見面 也是話沒好話 但是習近平每次大陸的這些 政商名流 或者是商業巨子到大陸去的時候 他都熱情的接待 那大陸來講 他的做法就是寄希望於人民 他不寄希望於執政當局 因為執政當局跟人民 有時候想法是不太一樣的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要的是 只是一個台灣一個和平 讓我們的子孫 能夠在這塊土地上面 能夠很和平的 能夠生存下去 讓我們能夠吃得飽 睡得穩 不要擔心兵凶戰爭 不要擔心戰爭 但是這個政治人物想的方式 是完全跟我們不一樣 他想的只是選票 對 我怎麼樣能夠當選 我當選之後我怎麼樣有權利 我有權利以後怎麼樣來弄鈔票 政治人物想的是這個 跟民眾想法不一樣 那我想這一次不管 所以說這個顧底雄 講這些話 不是 這個賴清德講這些話 有良心的互動 我覺得那是講空話 那之所以說民進黨在馬祖的 這個黨務人員在這個小島上面 喊這些話 用那個喊話器喊那些話 那根本是作秀 那根本聽都聽不到 你才幾 隔了十幾公里 你有什麼本事喊那些話 對岸可以聽得到 那是喊給魚聽的 那個馬祖海裡面的黃魚看 可不可以聽得到 願意流到馬祖來讓馬祖的漁民能夠捕獲 你如果說真有膽 我跟你講 不管是你賴清德 王美花 或者是說管碧林你們這些人 我跟你講有個地方你喊話他們絕對聽得到 你要看你敢不敢去 那個地方叫大膽 最近驚嚇水域的事情還沒有結束 你就大膽島 到大膽島上面去那個星戰喊話牆 那個喊話牆我以前在那邊喊過話 對不對 你有種就去那邊喊話 喊給對岸聽 那邊確實他們對岸聽得到 我當年來講的話 陳寅山的喊話讓我試播一首音樂 看這個喇叭是好的壞的 我跟各位講 那個喇叭到現在還好的 那我播完以後 這個對岸 廈門大學 透過管道打電話給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教育局打電話給我 旅長 麻煩你們把收音機關小聲一點 我們學生在上課 所以他們絕對聽得到 你如果說是管碧林 你真的是要喊話的話 你就到大膽島出去用那個新山喊話牆把它修好 你喊給大陸聽 我想這樣子喊才可以 你既然要作秀 你就作秀做到底 不要作秀就一半 拿個小麥克風 拿個小聲工 在這個馬祖那個地方距離對岸十幾公里 你喊的話真的是沒有任何人聽得到 你純粹只是作秀 而且你這個秀只是做給自己老百姓看 你有本事你去作秀 你到大膽島上面去喊話 我覺得你才 我才佩服你 那對岸才真的聽得到 第二個如果說你真心要溝通的話 我建議你下次如果說是立法院 你們民進黨自己組合團 對不對 你自己組合團 如果你民進黨要交流 政府跟政府沒辦法來往 執政黨跟執政黨 這個民眾沒有辦法來往的話 你就是用民間 民間那立法院的這些委員都代表 民意的代表 那你用立法院的委員去大陸 你也民進黨 你也學副國際辦一個參與法 組一個團 那入國民黨民眾黨 你民進黨 大家一起組合團 去那邊做民間的交流 做民間的這種互相的互動 做一個良善的交流 我想這樣的話 效果絕對比你在這個馬祖那邊 拿個大聲公喊話的效果要來得好 也是具體比較實在 那我平常講 我也是真心誠意的建議你 民意的當你執政黨 你執政單位跟對岸來講 沒辦法溝通交流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也利用這個民意代表 來跟大陸做一個溝通或交流 這樣的話 雙方避免這個插槍走火 也讓老百姓 還給老百姓一個平穩安穩的睡覺 不要每天對不對 晚上半夜是真的是地牛翻身的地震 白天醒來還要擔心這個 政治上的地震 或軍事上兩岸之間的地震 讓老百姓日夜都過得不安寧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中文字幕見解散 請看 如今 中文字幕見解散 看看 這是 自己 能分別 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